从慈禧园区触发到自来水场 在车上这一席话就让人印象深刻 那我们爱地球 那我们是不是要捡人用水呢 我们不希望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 是我们的眼泪 实地走访解说员仔细导览 小学员们请做笔记 这种湖里的水是没有过滤过的水 然后它就会有一种 就是那种白色飘在上面的那种脏东西 就是它经过过滤会过滤掉 了解干净的自来水是经过沉淀 过滤再进化 过程繁琐而且需要等待 感觉它过滤一遍一遍的很辛苦的 然后就是要花很长很长时间 所以我回去要节约用水 知道每一滴水都是得来不易 对于节约用水也更加有看法 然后爸爸就上 然后爸爸上把火 然后再冲一下这样子的话 本来用两次 现在可以只用一次 它是一本子的 所以喜欢种口味学来教 承诺要在生活中落实 环保小兼兵不需此行 大爱新闻知晟美之工 吴伟欧鸿燕江苏报道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